藝人孫鵬以及迪音的儿子孙安佐 他日前在真人秀全院之星 受邀担任飞行导师 但期间却爆出与拳王韩森 发生了肢体冲突 两个人约好后续要开战 无奈双方长辈意见不一 确定是没有办法在擂台上面打上一架 那么如今孙安佐他的对战对象是出炉了 改为AV男优阿龙 而孙安佐面对任何人 他说自己都不怕 他也非常有信心 而且他还透露自己在训练的时候 会吃一些难吃的东西 他说像是他自己之前在训练的时候 还曾经喝过自己的尿 孙安佐不久前公开在影片中喊话 谁来我都贬 并表示面对任何人都不怕 甚至可以一个人打十个普通人都可以 但是一个人打十个格斗选手 可能就要边打边跑 不过孙安佐还是自信地认为 对战阿龙他不会输 他也透露自己特殊的训练方式 吃过一些蛮难吃的东西 还有喝过自己的尿 面对网友的质疑 孙安佐则回应 觉得我会输的话 我还会说我是最强24岁吗 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 轻度台风摩羯台风 它目前是往海南岛的方向移动 不过它的外围环流将会为台湾附近带来水气 所以今明两天这个东半部 以及恒春半岛到高平地区 都会有部分的局部短暂震雨 至于中部以南在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的热对流短暂震雨 周末各地的午后热对流发展还是比较旺盛的 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雷雨 详细的天气状况 让我们来听一张气象鼠预报员朱美龄的最新分析 可以看到台风的外围云系呢 今天已经在持续的影响我们 所以在南台湾的云量比较多一些些 而东南部恒春半岛在今明两天都还是持续会受到 它这种带来比较大的雨室的雨带的影响 从今明两天呢 受到比较在台湾外围的环流的影响之下呢 可以看到在东半部恒春半岛这一带 是一些间歇降雨的情形 那刚才稍微提到的 就是在东南部恒春半岛要注意大雨的状况 而至于在五后雷震雨方面 以中南部的平地几率较高 其他各地呢是以山区零星为主 那在西半部的这一带 尤其北部这一带呢 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高温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高温的情形呢 以今天来讲 我们各地除了33到35度之外呢 可以看到高温的分布 在北台湾新竹的这一带呢 其实今天是有机会来到38度的高温 而至于在大台北桃源到北苗栗的这一带 也有37度以上的高温 而至于在中南部的这一带 可以看到我们在近山区的平地 还有在盆地以及东部纵虎的这一带 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更高气温的范围 所以都要多加留意 至于在外岛呢 大致上在31到33度左右 金门感受上面34度也是比较偏高一些 至于到了明天 北台湾这样子呢比较明显的高温呢 有略微的扩大的情况 所以说可以看到在金明两天 西北部的这一带的高温是相当明显的 50岁的女星贾勇杰啊 她日前呢宣布接下了101董事长的职位嘛 那昨天呢是她上任董座的第一天 她就表示呢 自己在股东会上的票数是全数通过的哦 而接下来呢她也提到说 她打算要跟这个韩剧荔枝女王里面出现那个现代百货 她说呢我们真的要在就是限时当中 台北101未来要跟现代百货一起来合作 因为她也提到 其实现在台北101最多的观光客都是来自韩国的 那她也笑着透露说之前还有传给小S一张照片 没有想到对方气得不行 让全场记者都笑烦了 大家对于一个美女的质疑是一定有的 当然要保留啊 我这辈子都要保留 美女就是一定要跟着我 对 谁为什么拿掉啊 好强人吗 不用不用强 不用强 因为你就够了 对 好 你长最好相处的 你长最好相处的 那当然 那当然 我一定是自己这样强 其实会抱怨你 讲好相处前面不好相处 对啊 我只是比较 我只是比较在好相处一点 就是负责美地时尚 所以没有最好相处的董事长来咯 小S在美国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 她就传讯息跟我说 江永姐 我去到美国你就变董事长了 她有跟我说她要来我的办公室 她有说 我办公室可以喝香槟吗 我说OK啊 依然转型天花板 江永姐正式就任台北101董事长 在人生下半场迎接新挑战 你能先带你 可以透露吗 可以透露吗 比较公骨的法人代表 对 不好意思 我讲这种话都会很可以的待遇 所以完全是依法比较这个规定 接下来呢 转换焦点要大家来看到的是 屏东地方角头丫头陈许豪 在上个月15号的时候呢 在高雄左营街头遭人枪杀身亡 而今天9月4号在屏东县的坎顶乡 让他的住家前面的广场举行了告别式 现场有超过50步的超跑 以及上千人到场 警方为了防止姿势的状况发生 更是重兵出动了200多名的警力 到场为安 超跑一辆接着一辆 几乎看不到镜头 他们都是来参加告别式的 走好丫头的屏东地方角头陈许豪 上个月15日在高雄左营街头遭人枪杀身亡 今天在屏东堪顶的住家前举行告别式 有超过50辆超跑和上千人到场 警方严防自视情况发生 重兵出动200多位警力到场 除了要求商家遵守警方管之外 也在沿线路段设置拦截站 截至今天上午8点半为止 警方逮捕了两名通缉犯 他们分别涉及诈欺和毒品等罪 讯后缺述压解归案 接着同样是社会消息 但您来关注的是台中警方 为了抓一名19岁的乌姓大学生车手 要被害人协助假意面交200万元 而原警则是在旁边假扮工人 也就是我们画面上面看到这个 还戴着工程帽 然后穿这个背心 他就在旁边假装经过这样子 当下的时候 待起警方搜证完毕 这个假工人他就走过去说 你们在干嘛 没有想到这个大学生车手 他还反向说关你什么事 结果下一秒 这个假工人就公布了 他真实的远警身份 将人给逮捕了 那么这名嫌犯被逮之后 就告诉警方 他自己是某私立大学 财经法律系的学生 若是面交成功的话 可以赚到2000元 台中警方为抓一名 19岁乌姓大学生车手 要被害人协助假意面交200万 原警则在旁假扮工人 待警方搜证完毕时 工人立即上前询问 你们在干嘛 乌贤反问 关你什么事 下秒原警表明真实身份 将人逮捕 你有带手机吗 手机 乌贤被逮后告诉警方 自己是某私大财经法律系学生 若成功面交可赚2000元 征讯后被一炸七罪嫌送办 接着您看到的是 受到鸡排妹郑家纯委托的 医美诊所打肖像官司 被形容是鸡排妹的御用律师的律师 王启任 他传出和卖淫集团来合作 社局线人跳坑杀 医师企业主等等的社会名流 不法获利是超过千万元 检警调查发现 遭徐志威以及王启任 坑骗的受害者人数超过40多人 而不法所得超过千万元 全案经展开调查之后 集团首脑徐志威等人 也坦诚犯刑 因为遭到检方认定有再犯之余 向法院声压获准 高雄地检署调查后 将两人以组织犯罪 伪造文书 诈欺以及儿少罚等罪嫌起诉 法院审理后 判徐志威徒刑7年6个月 而王启任徒刑6年可上诉 今天非常快速 立刻来公布我们每日一字的答案 可恶 你看吧 同进退不可以跟我 应该是要我跟你才可以 可是我今天第一直觉也是觉得是义 好吧 今天失灵了 对我们今天的直觉不准 我们来看看这个罪的意思是什么 它是那种小木桩 好大哦 记起来哦 这个字念作罪 它不念作义 太可恶了 好 接下来转换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持续关注的是 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的顾问会议 在三日的时候是举行了开幕典礼 那现在外界都在关注了这所谓的现代令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致辞的时候就有特别提到 他说政府的责任在于要不要让人民们心中不安 所有的政策方向必须要让社会安定 但是绝对不会迫害金融市场的安定稳定和持续 像刚刚进来媒体就问我说 现代令要不要改变 对年轻人的购物我们要不要优先 当然 我都知道 政府的责任就在于不能让人民心里不安 我们所有的方向政策从这里出发 首先的是责任在于让社会能够安定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迫害金融市场的安全 跟稳定跟秩序 这个大家放心 相从地下 绝对有足够的空间 用政府的政策工具 以及各位在各个产业上面的理念经验 告诉我们 如何可以把工作一步一步的做得 更合理 更缓和 但是更得到人民心里所想要的那些政策的支持 同时 台湾的经济体质基本面非常好 我们的金融环境 金融市场也相当健全 在限额机制底下 没有要去迫害它 但是要消除人民心里的不安 这是政府基本的责任 我们在尽这个基本的责任 我们在尽这个责任